如果去问魔鬼在全人类当中 他最想试探哪个 相信我们会得的答案是 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和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对全人类的影响力 远远超过其他人 好不幸 亚当和夏娃中了魔鬼的诡计 被人有去做神禁止他们做的事 而后果就和及子子孙孙 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魔鬼想用同样的办法试探他 这次当然是不会成功了 魔鬼这么做只不过是用脚踢刺 白费功夫 不过令人困惑的就是 根据路加封印四章一节的记载 当主耶稣在若旦河接受若汉的施洗之后 圣灵主动带他去到抗野 接受魔鬼的试探 很明显 这个是神蓄意的安排 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主耶稣正式出来传道之前 为什么要首先接受魔鬼的试探呢 神要主耶稣接受试探的目的 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的二章十七和十八节 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写的 所以他必须在各方面跟他的弟兄们相同 在上帝面前作他们仁慈而可靠的祭司 好使人的罪得到赦免 因为他亲自经历过被考验受折磨的痛苦 他现在能够帮助那些被考验的人 神要耶稣基多经历我们人可能会遇到的一切情况 那么他就能够明白我们的处境 又因为他已经胜过试探 所以有资格 好像旧约时代的大祭司那样 代表人在神的面前为人赎罪 使人的罪得到赦免 因而与神和好 除此意外 主耶稣胜过试探的方法 就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 《新约圣经》最前面的三卷福音书 都记载了主耶稣受试探的时迹 其中《路加福音》写得最详细 或者我们就根据他 来到分享主耶稣胜过试探的秘诀 主耶稣当时受到魔鬼三次的试探 第一次的试探是怎样的呢 《路加福音》四章二同三节说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主耶稣在抗野金食四十日 由人性的角度来看 他一定是很肚饿 于是乎魔鬼就乘机梳摆他 运用能力将抗野的石头 变成面包来冲击 魔鬼所说的你若是 口语化就是 既然你是 代表他好认识主耶稣 知道他一定做得到 当时主耶稣引用生命记八章三节的经文 来到抵挡魔鬼 理智经文的背景是 当神的子民在抗野飘流的时候 神由得他们挨肚饿 之后就将玛拿赐给他们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教导他们 进行神的话语 给满足自己的私欲更为重要 主耶稣的意思是 他宁愿等候神的供应 都不愿意用自己的办法 去满足一时的需要 以至违背神的旨意 我们由主耶稣的身上学到 防备魔鬼的诱惑就是 虽然我们有能力做得到 不过就坚决不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魔鬼给主耶稣的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 《勞家奉音》四章五至八字的经文说 魔鬼又令他上了高山 势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止吸他汗 对他说 这一切权兵 荣华 我都要吸你 因为这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吸谁就吸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这都要归你 耶稣说 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今次魔鬼要主耶稣拜他 魔鬼之所以敢这样做 是因为他暂时做世界的王 虽然不会长久 根据启示录第二十章的记载 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 魔鬼的去处是流黄火湖 即是永远的灭亡 耶稣并没有上当 他引用生命记录 将十三节向魔鬼表明 只有神才是人 唯一应该敬拜和侍奉的对象 其实魔鬼对这一点 早就已经心知肚明 因为他就是因为骄傲 不肯服神 才被神赶出天庭 好可惜 今天仍然有很多人 中了魔鬼的诡计 被他操控 以不择手段的方式 去谋取熟世的利益 最后只会得不常失 魔鬼在主耶稣的面前 输了两个回合之后 仍然不甘心 继续发出第三个回合的试探 《勞架福音》四章九到十二节的经文说 魔鬼又令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魔鬼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这次魔鬼叫主耶稣 由殿的顶跳下来 这个殿可能是圣殿最高的地方 如果主耶稣从那里跳下去 这些危险的状况来考验神 看看神会不会救他 那就属于试探神了 主耶稣引用 《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的说话 向魔鬼表明 神不试探人 也都不接受试探 魔鬼经过三个回合的惨败之后 已经无计可思 唯有暂时离开 打算再寻机会去陷害主耶稣 不过后来他同样是失败 马太福音四章十一节的经文说 当魔鬼离开之后 有天使来到事后主耶稣 这个事后包括提供食物给他 天使肯定是被天父差派 来服侍主耶稣的 他给我们看见 在主耶稣接受魔鬼试探的整个过程当中 天父一直都有留意 由此可见 在主耶稣正式出来传道之前 先胜过魔鬼的试探 是一件非常之关系重大的事 这会使到后来相信 和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人 能够倚靠他去胜过魔鬼的试探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 记下主耶稣的说话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如果我们离开了主耶稣 就什么都做不到 其中包括不能够胜过试探 所以 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千万不要认 要记住 倚靠主和信从圣灵的指引 要效法主耶稣 以祂作为榜样 将神的话语当作宝剑 去打败魔鬼 赢得胜利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为了救赎我们 给耶稣基督亲自经历魔鬼的试探 并且得胜 主耶稣的得胜 使我们不需要怕魔鬼的试探 因为依靠主 我们一定能够与主同享胜利 如此感恩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